好欢迎欢迎理财生活通在我们今天这个单元当中呢 很开心的请到年轻又帅气的会计师到我们的节目现场 跟大家来分享一下 因为很多的民众对于这个节税的规划都不知道该怎么办 那最近有看到很多的新闻啊 就是未上市的股票啊 这个交易所得啊 明年开始不再免税了 那这个对于很多人持有这个未上市的股票 那么是不是很有压力呢 今天请到会计师教你该怎么做 欢迎一下我们嘉威联合会计师事务所的张志伦会计师 志伦好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玉芬姐好 志伦最近在忙什么 听说帮很多的婆婆妈妈在做一些事啊 是 就是说我们事务所一般来讲 我们每个月会开一些财税的课程 给我们的客户来上课 那因为最近夏令营的时候接触到很多 夏令营是哪 夏天啊 就帮小孩子办夏令营 对对 我们办了很多夏令营 哎哟那小孩子要当会计师啊 呃没有耶 我们主要夏令营主要是办公益活动啊 我们让他们去体验一下 呃 比如说当警察啊 或者是说让他们体验一下说 呃如果在暑假的时候来上上英文啊 大概是这样子 跟比较跟会计没有相关 因为会计比较枯燥 那你教他们英文啊 呃对我们有请一些老师 请一些国外专门教英文的老师 来给这些小朋友上课 哦算是一种客户服务就是啊 是是是是 哦然后呢那个大人要干嘛 小孩在上夏令营大人啊 呃大人的话基本上就跟我聊天 你是陪聊天啊 对对对对 你是施奶杀手吗 是是是因为我们有请专业的讲师 那我就没有特别的用处 我就会在旁边陪一些家长聊天 他们都问我们一些比较 呃一些财务的问题 那我们就现场帮他们解答 诶他们会问什么财务的问题啊 呃其实他们 其实他们没有什么特别的财务问题 他们都主动问我说 诶会计师请问有没有一些股票好投资啊 或者说 哦爆名牌啊 那你怎么爆呢 呃我都跟他讲说 我本身哦服务很多客户 可是我本身 比较没有买上市规公司的股票 我比较都比较保守啊 可能真的要建议大家的话 呃我会建议大家买呃定期定额以外 可能可以买一些 比如说0050啊这样子 比较不会影响 因为个股的影响而造成 没成业 哈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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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家都爱爆 诶可是如果说你签 如果假设啦 会计师签证的这个财报的话 是不是比较清楚的知道 这家公司的财务状况啊 呃没错 这其实我也是常跟一些呃朋友在聊的 我说因为台湾大家投资哦 可能都是常听到消息面 对 可能没有真正去 其实你可以真正有时候 有空的时候你可以上这个 我们台湾有公开资讯观测网 对对对 去看一下那家公司的个股的财报 哦 其实你可以看叫 因为这个公司的财报就代表了公司的成绩 是 那虽然说它是一个过去的讯息 可是可以从过去的讯息 了解到一些蛛丝马迹 可以对这间公司 你可以比较更有清楚的了解 投资起来我相信也比较踏实 哦 啊你也教这些啊 妈妈们一些简单的家庭财务报表吗 哎 对对对对对 那他们不会做啊 他们都会做流水账 但是不会做一些简单的财报 对 呃我认为财报是可以 流水账的话 就是比较细节的部分 可是财报的话 像呃我们事务所会计师 尤其是我 我们都有个特殊的能力啊 如果你拿一家公司的财报给我 或者是你拿 随便一家上市柜公司的代码给我 我们都可以 呃用非常快速的时间 嗯 跟你分析一下 这家公司的报表长怎么样子 哦你这样 这样子很多人可能会叫你去问名牌哦 你帮我查一下哪一家公司 哈哈 可以可以 财务状况怎样 可以可以 我们大概会用我们一般的逻辑 嗯 来看到 因为我们本身自己 呃我们有服务非常多的公司嘛 那常常我们常常要跟客户开会 嗯 那有时候很好笑 就是说 因为大家同人都很忙 嗯 那有时候加班 大家都有点 有时候会辛苦 那我们常要跟客户开会前的时候 我们都要拿财报 嗯 去跟客户讨论 嗯 那可是有时候 我们拿到手上的财报的时候 已经是 时间已经很晚了 要跟开会 离开会时间很近了 嗯 那我们就要被训练在非常短的时间 要非常有自信的 跟客户报告他的最新的情况 跟他讨厌他经营的模式 嗯 有没有可以需要改善的 或他报表有没有一些问题 嗯 然后他可以提 有问题的话 你也好像以前 他又很勇敢的提出来吗 哦 我们都会很勇敢的提出来 哦 对对对 因为我们需要清楚了解客户的状况 嗯 因为也希望说客户可以跟我们最坦白了 对对对 这样我们才能对症下药 嗯 可以及时的让他的财报 呃 做一些调整 不管是面对银行啦 后面他的股东 嗯 对 然后或者是 呃 一些税务方面的可以给他一些建议 对啦 因为前不久当然有发生一些 啊 会计师啊 签证的问题嘛 然后也引发 对了 主管机关也就开始查会计师了 说怎么会发生这么大的 KYKY那家很有名的公司 对对对对对 对那这样子的话 显然就是 会计师是有一点压力的哦 呃 对 呃 最近也跟一些在四大 会计师事务所上班的会计师聊天了 他说的确啊 尤其今年因为疫情的关系啊 很难去大陆查账 那刚刚讲的那家公司 其他的 有一些他都是在大陆生产 那如果很难去大陆查账的话 你如何去确保那个 呃 爆表的品质 所以现在我相信这个是一个问题 那我相信 四大他们也会想办法去解决这个事情 嗯 所以可是 我认为政府单位应该要想办法去重视这个问题 就是说 呃 这些呃 在海外 KY这些在台湾上市的公司 他们的大本营 或经营的地方是在大陆 对 那可是台湾人是投资这些公司 台湾人是投资人啊 对 那如果遇到这些财报有风险的话 造成他们的股价影响很大的话 嗯 变成投资血本无贵的时候 政府应该如何扮演一个很好的角色 嗯 来协助 投资人 或是协助会计师 嗯 哦 如果政府可以主动出手来帮忙的话 我相信 未来这些风险会慢慢的降低 嗯 对 嗯 因为会计师必须要到实地去查核嘛 实地去查核 如果说没有办法出国去实地看的话 那如果那边送过来报表就是假的的话 可能也无无法这个判断出来 是这样子吗 没错没错没错 因为其实会计师呃 在查账的时候 有一块很实在是说 他有些东西他一定要去实地做查核 因为公司内部也有会计或者是财务人员对不对 对 那你只要跟他们对口就好了吗 呃 有时候还是要到现场去哦 请他提供一些真正的凭证出来 嗯 那当然说如果快 有时候 呃 像这个像我们刚刚谈到那个案子 他是的确是有一些 因为现在还在诉讼当中 对啦 可能是有一些隐瞒的状况 对 那如果客户要实际上要隐瞒的话 其实会计师是有时候有可能会没办法察觉到的 嗯 可是如果当你到了现场你跟当地的财务人员聊天 有时候查账不是真正是查账 有时候你看一下对方跟你谈的神情啊 或是用询问的方式 就像医生看病人的时候都用问的方式 嗯 问一问的时候可能会发现一些蛛丝马迹 对 你可以觉得哪里有鬼 或者是你没有讲清楚的 对对对 就有这种警觉心啊 可是如果有时候透过网路方式 或透过电话方式 你没有看到对方的神情 或是你没有看到真正的数据 真正呈现的数据 而是网路传来的数据 你不能确定说它是不是真的是真实的数据 嗯嗯 不过会计师说实在是一个很辛苦的工作啦 因为查账真的细节会非常的多 是是 是 对然后还要付海外去做一个查账的工作 对印象北京 好了还是你留在台湾啦 就是个驾婆婆妈妈做财报就好了啦 是是是 然后偶尔抱一下名牌啊 然後她们应该就会很开心了吧 是是是 那我们要跟最近聊一聊 最近的新闻啊 那新闻是说 那个未上市的股票交易啊 那过去是有钱人会认为说 她好像是不用瞌税的 那現在好像是要課稅了是不是 這好像有引起一些討論對不對 是沒錯 先跟所有聽眾朋友報告 其實現在的股票交易到底要不要課稅 這個東西要先釐清出來 其實現在股票 一部分的股票是不用課稅 什麼股票不用課稅呢 是上市櫃公司的股票 就是我看到很多朋友 手上每次在滑手機 它那個螢幕 那個紅紅綠綠的 他們在看那個叫看盤 那個就是上市櫃公司股票 上市的股票現在是不用課稅 可是那最近大家在討論什麼東西 是未上市櫃公票 那未上市股票現在的規定 其實也是不用課稅 可是重點的問題在哪裡 第一點要先跟大家講 目前的規定是說 還是有些人被課稅 為什麼 因為他現在很多人會忘記一件事情 未上市公司股票不用課稅 目前的規定 是說你一定要去印制股票 你才叫證券 如果你沒有印制股票 就不叫證券 就會被課台灣的稅 國稅局就會課你一個叫做財產交易所得稅 我舉個例子給大家聽 過去我有一個客戶 可是他在找我之前 他還不是我的客戶 他來找我的時候 他跟我講說 他被國稅局罰很重的稅 他是別人的客戶是不是 對 你的意思是說 你的會計是比較厲害就對了 他來找我的時候 他說我已經被國稅局罰很重的稅 我說發生什麼事情 他其實這個也是一個 一個新聞的事件 他是一個很有名的麵包店 那他當時他是有限公司 他也不是股份有限公司 所以連印股票都還不行 是股票有限公司要印股票啊 股份有限公司才有印股票的這個東西 有限公司連印股票 他的資格都不符 那他當時是有限公司 那他在賣麵包 那賣得非常非常的有名 結果就受到一些上市公司的吸引 把他的公司給買下來 那他當時在賣公司的時候 他就沒有想太多 他也沒有轉換成股份有限公司 他更是沒有賣股票 更是沒有印股票 他就把他的股份給賣掉了 結果他賣的價錢非常的高 結果就被客非常重的稅 所以就是說你如果要賣公司的股票 未上市貴的時候 你一定要記得去印股票 不然的話他的稅率被課稅的時候 他課到40%的稅 現在很多人都沒看過股票了 還要印股票 我們先休息一下 靜下廣告 好我們持續跟加威聯合會計師事務所的 會計師張志倫 我們跟這個帥氣又年輕 而且很有想法的志倫來聊一聊 你剛剛提到那個股票的那個 那個狀況 我看很多人年輕人都其實沒看過股票 都傻眼的 這長這麼大沒看過股票 因為現在我們的股票都已經到幾保了 對不對 已經 對 如果上市的公司的話 他可以印那個 他可以去申請這個無實體股票去幾保 你現在想要看股票 拜託你可能去幾保 那個那個有個博物館 你也可以去看一下 對不對 是 所以沒有股票了 那所以 你都有一些未上市的公司 還要去印股票啊 對對 而且還要請銀行協助去印 然後蓋個戳章 對 股票不是你想印就可以印哦 對對對 這樣才是真正的股票 這樣才符合國稅局講的 你是證券 那你證券交易才免稅 那他可不可以去申請一個 無實體的那個 那個 憑證啊 就股票憑證啊 可以 也可以 也可以啦 也可以 但是一定有個動作 就是你要去做了 而且你一定要在交易之前 就要做好這個動作 你不能先交易完以後 再去做這個動作 國稅局也是不會認 他也是會課你 財產交易所得最高的話 會到40% 所以這些會影響到哪一些人呢 中小企業比較多了 中小企業非常的多 對 那為什麼要把股票賣掉呢 其實主要的目的 把股票賣掉 故意就是因為 他可能公司有需要籌資 對對對 那他把一些他的勞股賣掉 對 或者是說 有些現在新創公司 他們增資的時候 有些新的股東加入 那他們可能沒有辦法 等到這個公司上市貴的時候 他就把股票賣掉了 那這也會產生證券交易所得 或者是我們剛剛講的 就是會產生一些所得的問題 對 所以現在就是說 如果你是上市貴 或者是新貴的股票 這些其實都是免稅 但是如果說有朋友 他開了一個公司 中小型的企業 他有說 我股權賣你一些 對不對 以後你可以來參與 我公司的成長 如果你買了這些的股票 有可能會被課到稅 對 如果你忘記印股票的話 不是股份有限公司 忘記印股票 或是你是有限公司的話 那就會有可能被課到稅 那現在這個課是課什麼樣的稅嗎 是課交易嗎 交易稅嗎 課交易稅 財產交易所得稅 財產交易所得稅啊 對對對 那我們現在在談的說 今年明年1月1號準備上路的稅法 叫做說是為上市貴股票出售 原本不課所得稅嘛 可是因為國稅局現在說 你不課所得稅 可是這些人其實有賺了一些錢 所以他把說 如果你不課一般的所得稅的時候 他把他拉進來 用最低稅付制去課他的稅 用最低稅付制來課 對 就是用另外一種稅法的方式 用最低稅付的方法 最低稅付有分好幾種 比如說海外所得啦 怎麼六百萬啊 六百七十萬 對對對 所以現在就是說 他主要這個稅法的目的 當時的目的就是說 其實這個稅法以前就有在課 在民國95年的時候就有在課 那只是說因為後來 台灣在102年的時候 有證所稅附贈 那個時候證所稅附贈的時候 因為那時候證所稅附贈嘛 代表說所有股票都要課稅 所以他就把這個為上市貴 要課最低稅付制 把他拉掉了 因為既然大家都要課稅 我就不課你最低稅付 一個東西不會課兩種稅 那後來因為大家都知道 證所稅在附贈了以後 股市狂洩 狂跌 對 後來大家害怕了 就把什麼 證所稅給停徵 可是證所稅給停徵的時候 那時候為上市貴 到底要不要課最低稅付制 那時候沒有去討論 所以一直都沒有課 所以大家現在的腦袋裡面 都記得說 反正只要印股票就不課稅 那可是在105年後的4年 就是現在的今天 政府突然醒了過來 覺得說 啊 這塊忘記課稅了 所以就把說 未上市貴股票 如果你有印股票 以前是免稅的 可是你現在拉到最低稅付制去課稅 就變成說政府還是要課你稅 可是有一個限制就是說 如果你賺670萬以上不用課 超過就要課稅 不過好像這就是針對有錢人嗎 是 這代表說你股份有賣有賺錢 有賺超過670萬的 對啊 那你要多少錢 然後賺到超過670萬以上 對一般人的影響應該不太大 對一般人影響的確是不大 可是就是說 對現在而言 很多的在公司裡的財快主管 或做會計人員 或財務人員的人 他要注意說 以前大家的舊的觀念 還是說都不課稅 只要印股票都不課稅 可是現在你可能要稍微注意說 假設你現在有印股票 賣掉 可能會課稅 當你如果賺的比較多的時候 因為以前台灣的中小型企業 股票都是集中在一個人的手上 對 比如說創業者手上 或者是家族 對家族手上 那如果你要賣掉的時候 有可能因為股份太集中的原因 所以賣掉的時候 可能會盈餘會跑出來 那可有可能真的會超過這個金額 那就可能會有 成本就會比較高 就要繳稅的問題 那所以說如果現在有在 創業的或者是你是中小企業主 你要把這個股票賣掉 你要叫他第一個先印股票 第二個要有什麼樣的方式 可以讓他避免這些稅率的增加 這個稅付增加 最低稅付稅率也是20% 沒錯 其實這樣子的交易 其實就是 因為一般來講 中小型企業要把股份賣掉 要找到一個買家 其實就不容易了 因為其實台灣的現在的環境 大家對於中小型企業投資 是比較卻步的 怕怕 對 那大家認為說 我要買股票的話 因為中小型企業 你要去投資他的時候 你第一個你要確認他的禁止 你要去查他的帳 要確認他的報表 所以中小型企業本來 投資就有一個困難 對對對 那如果現在 如果你買他的股票要課稅 其實是會對中小型企業 募集資金來講 可能會稍微再困難一點 比如說都是 我都有一個閒錢要投資 那我投資上市會公司 如果他未來是真的大賺錢的話 我也不用課稅 對啊 那如果我投資中小型企業 如果他要大賺錢的話 可是未來我賣掉 如果要繳稅的話 大家在全文考量之下 有可能會認為說 那我不如去買上市會公司就好 那中小型企業募集的話 的確新創公司在募集上 可能會增加有一點點困難 這是我在坊間上 有些朋友跟我聊到的 他說 那這樣如果課稅的話 為什麼四年以後 政府才想到要課稅 那這樣對中小型企業募集會增加一點困難度 所以中小型企業是有一點點聲音出來的 我想應該是聲音會很大吧 因為我們現在都鼓勵那個要創業 要創新對不對 然後你說在中國的話 他們有創業版 所以有人說那個是什麼本夢比 就是說你還沒獲利 然後股價已經漲翻天了 可是對他們集資來講 他們就是需要錢 所以也許對創業者來講的話 他可能就能夠扶植起來了 可是在台灣說實在 他們都說要創業都要靠什麼三個F 對不對 一個就是Family 對不對 或你的爸爸 你的Family 第二就是你的Friend 就你的朋友 第三就是富 你就笨蛋 是 所以他們集資會更困難吧 這樣會不會打擊到一些新創事業 我認為就是說 這個法令看起來 因為現在雖然是草案 可是以現在政府的態勢來講 他們要過的草案 應該是有機會非常大機會通過 那我認為現在中小琴企業就是說 他目前來講就是說 必須要更早提前規劃 或者說投資他們的人 要更早提前規劃 看要怎麼樣可以真正去說 可以讓成本下降 不要說我投資進去的錢 已經風險很大了 那還要考慮說未來賣掉 可能會有稅的問題 那就是說可能要找一些專業人士 大家互相討論一下 看有什麼樣的方法 可以讓大家的風險可以慢慢降低 所以就要找你討論一下 所以會計師會給他們什麼樣的協助 我們基本上會給他的協助 基本上的話我們希望說資產移轉 常常我們說不要一次到位 因為很多人說我一次想說一次就把它做到好 那請問會計師有沒有可能 我每次聽到這樣的問題 我都會先緩一緩 不要 對 對 因為我說什麼東西都沒有辦法 明天早上起來明天就變好了 沒有辦法 有些時候要慢慢來要循序漸進 對 就我們可能或分次 分次用很多種 或者說把他的資產 可以做一些贈餘的方式 贈餘給不多很多人 也不是說很多人啊 正於給他相關要合作的一起的好朋友們 就是說大家 你這個待會教我們好不好 我們先我們先休息一下好不好 我們進一家廣告 待會繼續再聊 現場的特別來賓呢 是我們嘉威聯合會計師事務所的會計師 張志倫啊 覺得志倫真的是很年輕 然後又很有想法的 不過我們剛才廣告的時間 有聊一些那個未上市的股票 那個未上市股票是我那個年代你知道 我買很多未上市的股票 其實到最後變壁紙了 所以我們家應該不用再有期了 壁紙蠻多的 而且我跟你講到現在 還是有人會接到電話 不論是鄉下啦 就跟你講說有個股票很好 不論是詐騙 跟未上市股票是不一樣 他就告訴你 這股票很好 什麼什麼 一定會賺很多錢啊 你要現在就去買 那個是詐騙啦 可是我要講就是說 以前我們買未上市 那個風險就已經很高了 對 那是第一個風險高 第二個就是 其實我們是鼓勵 就是新創的這個年輕人 去多創業啊 可是創業之後 也許有很多天使 會去投資他們對不對 那我去投資他們 也許我十家中一家就好了嘛 對不對 那其家九家當壁紙 就算我那家大賺就好了 對不對 以前那個什麼 我們的國發基金 不是也到處投到處投 對不對 他投到了台積電 大賺就好了 對 那如果說 第一個未上市有風險 第二個就是說 他又不能夠確保 他的投資是有賺錢的 那你又要課稅 這對他來講 他可能也會縮手 是這樣嗎 對 跟玉芬姐跟所有 聽說的報告 就像我剛剛講的 如果當你投資 其實每個人投資 他都是想說 成本跟效益問題 對 如果讓大家投資的時候 成本越來越高 可是效益越來越低的時候 大家基本上就會却補 嗯 那如果投資上市公司的時候 就像剛剛玉芬姐講的 很多天使投資人 或創投基金 他們在投資的時候 其實很多的 所以他們現在會越來越縮手 比如說他們以前 要看10家才投一家 他們可能現在越 風險更高了 他們看15家 只投一家 哦 對 他們等於說 你要排隊要真的收到 真的 真的有 實質的資金 或者是說 真的是對你有幫助的基金 或是有人要投資 你的機會越來越小 所以我認為 這裡有 我 應該說可以建議政府說 如果這個未上市歸公司 股票 要課最低稅務 是要課證的時候 是不是有一些政府 獎勵的企業 可以免除在這些範圍之間 之內 因為現在我看有很多育成中心 也有一些新創的事業 在孵化當中 對不對 可是如果說 你把他奶水給斷了 你就要能夠快速長大 這也難吧 這非常困難 對 因為我平常有服務到很多公司 其實他一般來講 要跟投資人溝通的時候 其實他們就需要提供非常多的資訊出來 那其實我們一般在 其實我講實在的 我們一般在交易的時候 盡量都不會講到稅的問題 為什麼 因為怕講到稅的時候 大家就再見了 不用聯絡了 不談了 不談了 對 我們都希望說促成交易 讓我們的客戶有多的 益住的資金 那可是如果這個稅 大家也是討論的飛飛揚揚的 可能就會讓一些投資人 對要投資未上市的股票 會比較多的擔憂 好 那接下來志文跟大家交一交 因為有很多人 當然希望就是 他的財產能夠 這個用最低成本的方式 趕快就轉移他的子孫 子子孫孫 也有子孫啊 那當然就是不喜歡被嗑到稅啊 不過你剛剛講的一個重點 我覺得很重要 不要很快 對 如果任何事情你覺得很快 那都絕對達不成的 對 而且風險很高 對 就像我電腦壞了 我期待他要很快好 他說不行要烘肝 烘肝要等個兩天 所以我覺得不太可能 馬上好或很快好啦 那在做財產移轉的時候 你覺得應該有哪一些的大原則 教大家一下好不好 其實現在目前 常常 因為台灣現在慢慢進入了高齡化的世代 那很多長輩 他們都會想把資產移轉給小孩 那常常都會問我說 怎麼樣移轉比較好 那這時候我都會建議 很多的長輩說 你要移轉給資產給小孩的時候 你可能第一個要覺得說 移轉資產給小孩的時候 你要把這個資產當作是 已經送給小孩了 不要再想那個資產 這個是第一個 我會先給長輩打個預防針 那可是事實上 我都會讓長輩 移轉這個資產的時候 他是心裡是放鬆的 所以我們常常會跟長輩介紹一個現在比較流行的 好像也是我們玉芬姐常更加推薦的就是做信託 因為做信託的時候 雖然你是爸爸是委託人 那你資產委託給受託人的時候 這個資產已經不在爸爸手上了 可是他這個資產是由受託人去保護這個資產 所以是可以保全起來的 那這個好處就是說 這個財產是受託人所得 他的所有權在受託人手上 所以受益人他是碰不到這個資產的 所以不會說有在爸爸還在的時候 然後這個資產就因為過給小孩子的時候 小孩子把他花光光 然後不給老爸活命了 對 把他花光光 生活費也不給了 或是直接把他賣掉 對 所以 而且很多時候 比如說股票 不管是房地產 股票都可以做信託 那如果是股票做信託 其實還有一些好處 就是可以稍微節省一些稅 怎麼說呢 就是說 因為以前爸爸 爸爸可能股票的股力很多 股力所得很高 要可以被課很重的稅 可是他其實是想把這些 他不想繳那麼多的稅 可是他稅 他可以做股票做信託 他可以也順便 或是說 他可以做一些資產的規劃 把這些股力 用信託的方式 比如說 本金資益 知其他意的方式 把這些股力分給小朋友 讓小朋友去領股力 那因為小朋友們 他們的 所得比較沒有那麼多 所以他們所得 局勢沒有那麼高 這樣就可以做到一些資產分配 一些節稅的一些概念 那股票可以 基金也可以嗎 一樣的道理嗎 還是不一樣 也是一樣的 不過說實在 信託 我覺得要讓大家 先能夠知道它的意義 所以我覺得 我節目也花很多時間 讓大家知道 什麼是信託 因為大家連知道都不知道 然後他也不知道 怎麼樣保 確保自己的權益 然後又當然 有很多人問說 那會費用很高 什麼什麼的 就是說 費用那都其次 就你需不需要 我覺得這才是最重要 然後政府現在也在叫 說信託成效不好 你又沒有做教育 當然就是成效不好 我認為信託 是一個很好的東西 因為像我遇到 最近一定要一個例子 就是說 爸爸年紀比較大 我這個例子 可以在節目上說嗎 可以啊 你說啊 反正都可以說啊 這個爸爸年紀比較大 那他媽媽已經不在了 那他本身 他是有個阿姨在照顧他 那這個阿姨在照顧他的時候 他下面的小孩 就覺得有點擔心 因為怕說財產如果在生 在他爸爸還在的時候 就贈餘掉的時候 那小孩子就沒有任何財產的權利 所以那小孩子就來找我 說那這樣子應該怎麼辦 然後我就問他說 有時候在做資產規劃的時候 是要看說家人他們的想法 主要是什麼 用這樣的方法來建議他們會比較好 那他們會覺得說 那爸爸因為很感謝這個阿姨來照顧他 所以已經有給他留了一筆錢給他了 可是這個房地產是因為我們的主產 所以希望還是給小孩子 每個小孩子去評分 那我這個時候就會建議他一定要 用信託的方法來做 免得說明天早上起來 這個財產可能就已經不小心 變阿姨的 睡了一覺以後變阿姨的 對對對 所以我會建議用信託的方法 用信託的方式 讓這個資產在信託的 受託人保護之下 那在爸爸如果未來百年以後 順利的讓這個資產 移轉到小孩子的名下 但是這也是要跟爸爸談對不對 是不是爸爸啦 然後這個孩子都要一起來談啊 對對對對對 就是說這個東西是要有 凝聚家族的共識以後 那我本身作為專業的會計師 我只會建議說 這樣的方法是可以符合 現在家族大部分的成員的需求 對對對 然後用這種方法 讓他們的小孩子回去跟爸爸談 那如果可以圓滿了以後 我們再請一些專業人士來配合 把這個事情給完成 哦 所以要花很多的時間做溝通 是是是 對那你要跟著去談 基本上我主要還是尊重家人 他們的思考 我不會給他們太多的想法 我只會跟他講說 這個模式還不錯 可以符合你的需求 可是我也不會積極去push 因為主要還是有他們家族家人 自己達成一個共識 對對 這樣會比較圓滿 這想法我覺得挺好的 那那個明天好像有活動對不對 對對對 很過分就在我節目的時間 跟一芬姐跟各位聽眾朋友報告 其實最近我跟很多民眾接觸 因為我們本身我們事務所 就每個月有幫我們的客戶 開很多財稅的課程 或是教人家記帳理財的一些課程 理財是比較少 理財都是面對面去講 那我們發現說在開很多課程的時候 或是在辦下立營的時候 很多家長會跟我們聊天說 你們都教那麼多客戶 一些財稅的知識 你怎麼沒有想說把這個東西 在你們有空的時候 或是說你們可以播出一些時間來 教一些我們其實在家裡的一些媽媽 或是在家裡一些 有時間學習想學習東西的人 可是他沒有時間 聽到一個比較專業的人士來分享 所以我們想說有很多人 很多媽媽或是有些人 他在家裡帶小孩 或是說他在家裡 現在在待業中 可是他如果想創業 或是說他想要學習一些東西 或幫家裡的人記帳 他在下午的時間 可以來到我這裡 來到我辦的這個活動 來學習一些薪資 來學一些理財 或一些簡單的記帳 有一些學習 好 我會幫你貼在粉絲團上面 就如果有在附近的朋友們的話 那麼可以就進去參與一下 好不好 今天非常謝謝我們張志倫 志倫會計師 到我們的節目現場跟大家做一個分享 謝謝志倫 謝謝 謝謝各位聽眾朋友 我愛英文教練 我愛意義尼賽 我愛 Radio 我愛 Radio